海协会长陈德明一行人今天持续参访行程 上午参观台中港务分公司之后来到新竹科学园区 迎接他的人除了警察之外 就是拉着反迫害横幅标语的法轮功学员 抗议陈德明迫害人权 一句句停止迫害法轮功口号 从早上到下午 新竹科学园区聚集了30多位法轮功学员 以理性平和方式呼吁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停止迫害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希望所有的台湾的民众都能够知道 这样的一个人权恶棍来到台湾 让台湾的民主政治蒙羞 2002年陈德明担任陕西省副省长时 曾在公开场合支持迫害法轮功 因为参与迫害得到派系赏识 2005年正式担任陕西省省长时 据不完全统计 在陈德明任职期间 陕西省有3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在没有施打麻药的情况之下活活的摘取人的器官 那是怎样承受一个巨大的痛苦 而每一天很多的医院里面都在进行这样子一个残酷的这个暴行 这些事情很多的人民众都还不知道 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要唤醒所有的民众 知道这个事情的惨烈 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全世界要这样子把这个所有的真相告诉大家 除了法轮功反迫害 其他抗议团体也表达反服貌诉求 今年这个丹德明教会 他说要听我们的心声 要听我们的心跳 所以应该要让我们接近 不应该动用那么多这个慧安的人 所以说我们出来就是要为台中的声音来发声 为了反服貌 停止迫害法轮功 从北到南 陈德明所到之处 法轮功学员接连和平抗议 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中共迫害人权真相 新团队电视舍志成彭盛强台湾新竹采访不到